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選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和大家分享樓盤片 就是這個行人天橋 香港走得多 我來到溫哥華之後 我都沒有印象自己有走過行人天橋 這個位置平時就來很多 因為在Metro Town最旺的地方 下面就是Kingsray 但我們永遠都在下面的車 或者轉出轉入 就是看著這條玻璃天橋 但從來都沒有走過 就是Cross Over在Kingsray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就是我們一個 Kerry剛開始做YouTube後多久 跟大家最認真最多分享的一個樓盤 就是Concord Metro Town 在Metro Town的市中心 在商場旁邊建的 當年都賣得很好 先賣Central Seat 之後賣West Tower 然後賣Grand Tower 因為Grand Tower上面有一堆樓 亦都停賣了很久 這個基本上已經回到2021年的事情 然後隨著樓盤 現在已經開始在這裏建 我記得上兩年都跟大家分享過 挖到很深的洞 現在再回來看 地基已經開始建了上來 看到很多住宅 中樓還是不知道什麼 Concord Metro的三座就是這三座 三個黃色的天晴 基本上就是那三個建的建築 中間Central Tower 就會在中間高度 West Tower會矮一點 最遠的座就是Grand Tower 它會遮蓋後面的樓盤 會遮蓋後面的樓盤 遮蓋後面的樓盤 現在Concord剛開始放多些單位出來 它是特定的 就是最遠的一座 也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那邊的咖啡色最高的位置 其實就是Grand Tower Grand Tower 可以說是Burnaby 這邊是最高的建築 它總共65層樓高 而且是一個luxury建築 因為它最高的26層樓 就是差不多是由40樓開始 到頂樓 都會是不同的特色單位 而且還有一個大露台 這個露台 而且不單是露台大 大家記得當初跟大家分享的影片 它還有一些Glass Panel System 就好像這些 可以令到露台 不單是攔光 多層玻璃 有暖氣 有Tile 它有什麼事 類似沉 就這樣 令到你吸住暖氣 就算是冬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 或者不用冬天 好像現在的溫度 差不多18、9度 一旦沒有太陽就涼了 有太陽照著我就很舒服 這就是溫哥華的天氣 所以夏季時有個蓋住 再冷一點 有個暖氣可以開 這樣已經很棒了 這個樓盤 當初當年熱賣 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朋友問 它受歡迎的原因就是 就是這個地位 其實看到它是靠著 Kingsway 對面這些辦公室 下面也有很多配套 例如Starbucks Shopper's Drug Mart 火鍋 本身後面已經是Matchel Town Mall 也來Skytrain站是很接近的 基本上去到Mall 向南那些樓的方向 已經是Matchel Town的地鐵站了 然後整個商場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店鋪 所以地理位置很方便 基本上不用駕駛 都可以在這裏生存 它最近的超級市場 駕駛在商場裏面 即是你走幾步已進到商場 已經有三個了 Superstore、大統華和Walmart 再走遠一點 亦都有其他的超市 我們現在說的是 Grand Tower 就是現在最右邊這一座 方向的話 這樣 打斜是北 街的話 下面是Nelson 前面是Kingsway 它就是最夾角位 Nelson、Kingsway的這一座 Building的話 都會在這三座裏面最高 樓層的話 去到65樓 中間這座Central Tower 就是45樓 然後最矮的就是West Tower 差不多是34、45樓左右 所以其實這次放出來的 Sky House Mainly Collection 會是由大概40樓左右開始 大家也可以在樓層上見到 如果你是40樓至50樓 如果你想有一個更漂亮的景觀 可能要買大線型外面這個位置 因為這邊看過去東北角度 有鹿湖、山景 向西向南都可以 尤其是如果你買到50多樓以上 其實上面那一圈 你基本上是無遮擋景觀 因為旁邊那一座樓 最高都是去到45樓 這個設計可能有幾層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角平的差不多是55、54樓左右 所以由54、55樓開始上去的樓層 其實整個全圈都會高過周邊所有的樓層 最近最高已經是這一座 對面馬路的 然後後面Bonsa那一座 例如Mad 1、Mad 2那些建築 都不會有50多樓那麼高的 所以景觀WISE的話 大家無論是喜歡東南、西北 什麼方向 去到最上面那一座都很漂亮 你看回方向的話 向後望 基本上剛剛好 就是跟那三座平的 這個上面是Grand Tower 這個上面是Central Tower 然後那邊上面是West Tower 它的平台花園 其實有很多很豐富的會所設施 這裡看到 首先它最出彩的 其實是一個跑步徑 這條藍色的 有些凸出來的位置 即是中空位 有些是沿著花園 小橋流水的位置 總共的長度是400米跑步徑 這是住戶才可以用的 即是街外人用不到的 這裡有一個類似溫室給你坐下 中間一塊一塊都是一些不同的設施 有Dog Park、狗公園 然後有一個GIM房 很大一個 外面有乒乓球桌 中間有一個類似茶室的area 給大家去坐一下休息一下 聊聊聊天 有些散步空間 中間有一個室外泳池 再配上一些桶式桑拿 然後這邊又是一些 Yoga Lawn、草地、茶室 好像迷宮、公園等等 亦都有些派對area 還有一個個的box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擺一個來做功課 或者是聊聊天 就是office work都可以的 然後這個平台的下面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 最底下那層是Lobby Area之外 這邊是Lobby Nelson這個位置是入口處 大家可以這樣看 這邊可以人走進去 然後轉到這個後巷 Nelson 後巷位 有個類似酒店 給你停一停 drop off的area 然後去到裡面 剛剛街上有些商店 然後中間二樓密封的那一層是甚麼 其實是這座建築另一個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堆 就是二樓的一些 Premium Locker Space 以及它整了一個類似Workshop area 因為在城市中的生活 大家可能都需要一些空間 去整理自己的器材 比如說踩單車的朋友 以及最多Wongowa就是滑雪的朋友 調整滑雪板、單車、滑板車 其實都需要空間 你每次搬到自己的單位 弄到骯髒 同一層就設計了很多漂亮的Locker 給大家去放東西 其實你會看到它將來出來的設計 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間房間 基本上是密封了 有一道門 你自己好像進去一間房間 而且裡面是有電掣插電 你可以放一個mini fridge 也可以充電的單車 變成一些rack可以給你放東西 這就是它大概的設計 這次推出的Sky House 其實它都有些特別的優惠 一個就是它的電器package 它本身是Mila 包括Sky House都是Mila 平時大部份的建築 包括之前 都是一兩年左右的Warranty Package 這次如果大家可以在6月30日之前去買的話 Conco跟Mila合作 就幫大家推出了10年的保養 由入住開始到10年內 如果你有什麼壞壓制 都可以找Mila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package 因為最近我們 需要說我們的單位 Mila壞了嗎? 好像不是那麼好 Mila是否知道自己的東西差了 為什麼那麼好呢? 因為最近Carrie買了我自己的investment unit 是W1 也剛好幸運 但這段時間我們的ditch washer就壞了 那個都是Mila的 幾年?5年? 那個差不多5年 因為W1是19年起號 5年就壞了 所以本身的Warranty已經沒有了 我們要代替一個新的 Mila的ditch washer也挺貴的 所以我們最後沒有代替到Mila的 Mila買的保養也要兩三千元 我們最後買了Bosch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可以拿到Mila的10年保養 都會有免費的 除此之外 亦有一個比較底的 deposit structure和優惠 以往買Concord Metro Town 記得Carrie我們2021年做了很多單位 當時剛剛開賣 Deposit structure基本上大家都要付25% 即100萬個單位放25萬 今次因為已經進行中 建築已經在興建 所以Concord的優惠 Deposit不需要付這麼多 只需要付10%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亦因為這樣做了10%的優惠 如果大家在賣的時候可以付10% 你就會收到一個比較大的incentive 就是基於你付10%的Deposit 他會再付10%的優惠 聽到很複雜 其實簡單來說 譬如買一個150萬的單位 你的Deposit structure是10% 如果你一次過付15萬 你的優惠會是你拿到樓價的1%的incentive 即是你會拿到15000元的優惠 當然很多人現在把錢 像Carrie一樣都放在定期 那怎麼辦呢 你付不到10% 你也可以是5%加5% 即是先付5% 但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你最後就拿不到1%的incentive 你的incentive就會變成0.5% 所以同樣買150萬的單位 你的優惠就會變成7500元 那5%和5%是何時相比呢 如果真的要分開兩期的話 第一個5%就是現在買賣的時候比 Congo waive了中間的兩期 下一期就會是2025年明年的1月5% 如果大家選擇5加5的話 說到Deposit Structure和優惠 就說到它的Estimate Completion 是Spring Time 2026年 即是2026年的春天 接著管理費 Estimate 是5.8一呎 但基於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樓盤 包括Concord本身的樓盤 內不內就有些amendments 其實剛剛有跟我買Concord Metro Central、Gran都知道 我也有通知大家 就是它也出了新的amendments 管理費是有少少少上調的 所以這個5.8我相信到時候 2026年可能會變成6毫、6毫、1、2 大家心裡有個準備就可以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Carrie對於Gran Tower的銷售經驗 當初是差不多2021年 我記得是89月 總之年尾左右開賣的 因為2021年3月當時是賣Central Tower 一個星期基本上賣光 然後再過了2、3個月 5、6月開West Tower 又是很快賣光 接著差不多應該沒有記錯 89月賣Gran Tower 它大概只是賣了5、6個月的時間 去到2022年的年頭就停了 最後那幾個都是年頭做 之後Concord的Focus就開啟了Oasis 所以Gran Tower其實很多單位 當初很多客人想要 都沒有release出來 現在才是另一回合 拿出來賣 當年我做了最多什麼單位 其實因為當年大部份的客人 都是想自住為主 尤其是中高層自住 美景美職 變成他們選擇的很多 都是這個大線型的位置 在中低層才是多些投資 有不同的方向 我們現在這個Fall Place 是Sky House 就是45樓以上的 下面還有一些小的單位選擇 我們先說大單位 因為這個線型的方向和景觀 是最美的 這一邊向北 這一邊向東 所以這個東北位 是望回山景和鹿湖的景觀 整個景觀整體是比較美的 也沒有那麼多建築 雜不斷的東西 看出去很舒適 所以這個角落會是整座樓的 Focus 價錢 Fall Place 各方面都會更美 這一張紙的價單 都是今天差不多4月20日左右 Concord隨時這些單位 可能都會賣了 或者價錢會有變 所以大家就不要以這個作準 純粹參考 還有這些全部都是不包 Parking的價錢 因為Concord是把Parking Locker和Unit分開 這些全部都是Unit Price Only 阿蜜說了最美的這個角落 去到Sky House 基本上都是三個大單位 這個位是最美的 鹿湖 看出去這裡 這個大單位是1258呎 三房加釘 它有個很大很闊的廚房 L-shape 再加一個中度 飯廳位、客廳位 三間房 主人套廳是5-piece 有大的walk-in closet 還有一個釘可以做書房 或者雜物 另外兩間房 share 洗手間 而且還有一個powder room 給客人用 其實基本上這個單位 是買得最多的 現在給大家的price reference 一個這樣的Unit 1258呎 還有wrap around的露台 400多呎 亦都有玻璃幕牆 大概是190萬 但當然加上車位 尤其是買到這個價位 大家可能已經在想買雙車位 甚至 garage 可能都要2 mil左右 對有些朋友來說 可能太貴 另外有兩隻小的兩房單位 都享受到這麼漂亮的景觀 價位就會低很多 例如這個48樓的單位 看鹿湖方向 現在158萬 加上車位Locker 可能160多萬 就會有1000呎室內面積 兩間房間分開 而且還有一個多大的釘 而且洗手間跟這間房間 2nd bedroom是很接近的 好像一個2nd bathroom套廁 廚房都很好試 L shape 中島 飯廳 客廳 另外主人房都是5 piece 這就是160萬左右 其實加多幾萬 差很少的價錢 大家都可以買到corner unit 其實可以升級做一個 差不多的尺寸 但是是三房的單位 這個三房就會比 剛剛1200呎的三房便宜了 一來因為它那個尺寸 差了百幾二百尺 二來都是景觀上 這邊是沒有這裡漂亮的 差一點點 但都OK的 很開放的 用57樓來做reference 就165萬左右 便便宜了差不多20萬 它也是一個試鎮的L shape 沒有中度客廳 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都很實用的 大概這陣子線型的corner 如果去到sky house的level 就會是這樣的選擇 當然其他不同的方向 都有些小的單位 比較便宜的corner 如果大家買到高層五十幾樓 一個兩房加釘 其實都是八三萬多一點 但你的景觀已經很無敵 因為去到57樓 你已經高過附近所有的建築 整個grand tower 其實大部分單位 都已經是九呎樓底 如果大家去到最高的五層 即不計pent house 60到64樓這四層 它就會叫做subpent house 它們的樓底是特別高的 差不多接近十呎樓底 有九呎十一 樓底會高一點 亦都會陷害得單位更加大一點 它們的積度亦跟剛剛有些不同 如果大家剛才在看 這一個corner 這隻1J2的plan 都去到190萬 其實這個價位的range 大家可以考慮的 就是未必十幾二十萬 左右的difference 是去到subpent house 比較大一點的單位 即是1240呎 1222呎 那些積度亦有些不同 如果喜歡陽光的話 亦都喜歡特別示範的積度 其實已經可以考慮向南的單位 因為樓層很高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64樓、6406 200萬的單位 我覺得在全場的積度裏 可以說是最漂亮的 這兩個 6407和6406 兩個都是接近1200呎 6407稍微便宜一點 190萬 6406就200萬 未包車位locker 為何它們的積度是全場這麼漂亮 因為它們的廳是特別闊落的 你會看到 它們是有一個L-shape 一家中島之餘 是有一個Full Size的飯廳和客廳 而且這邊有很多的Glass Pieces 可以看出去 有些景觀 然後三間房都好試著 再夾了釘 這兩隻積度我覺得是最好的 但是這一個位置 因為去到下面的樓層 有機會將來會看樓 所以就比較小朋友考慮 但去到高層的話 喜歡實用的積度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考慮這兩個 除了剛剛說的那些很貴 比較高層的大單位 其實Concord Metro Town Grand Tower 即是40樓樓下 5至39樓樓 都有些Normal Size的 八百多呎兩房 五百多六百呎一房的單位 可以給大家選擇 今次Concord都有Release 這些單位 我都拿了一些Pricing example 給大家參考 這些是親民價多一點的 一樣都是這個外面的大線型 那個景觀是比較漂亮的 比較漂亮的兩個單位 通常都是這兩個Cornar的 兩房單位 八百多呎 價位二十幾樓 大概一百二十幾萬 加上車位就八三萬 中間都有些一房 一房加GAS的單位 看看吧 如果買一房加GAS的話 就會有車位可以買 但如果是一座房的話 要21樓以上才可以買車位 連車位價錢就八十五萬 左右一房單位 有很多職 我就不一個個說 可能大家會滿 我已經將這套計劃 上載到我的網站 kway.com.grant 大家可以看看 Sky House的collection 是有自己特定的兩種顏色選擇 跟下面我們以前一直說的 Gridrio和Cramer是不同的 現在Concord做了其中一種顏色 Legiero給大家看 這個有少少日式的風格 廚櫃是淺淺的木色 配上白色的檯面 而且櫃的櫃面設計都很獨特 有些像Glass 還有木紋 這個是以前我們賣 Metral Town Grand Tower的時候 是未做出來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似曾相識 因為這個之前 我在Green House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過 都是Green House的其中一種顏色 因為當年買Grant Tower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選了這顏色 覺得比較舒服 很受歡迎 但現在這個Show Room 因為做給Green House 所以電器是不同了的 剛剛講到 Sky House做的這個Promotion 有十年的Mirror保養 所以上面不是Wolf 而Mirror的露頭 雪櫃 焗爐 但現在大家看到的 廚櫃設計就會是這樣 這是其中一種顏色 還有一種顏色選擇是Umbra 是深色系的 可以看效果圖 我網上也有 這兩個顏色 因為Konkong Metro已經在建了很多材料 現在已經過了階段 大家在寫合約時選擇顏色 其實每一個單位都已經選擇了 Either是Lagero或是Umbra 大家在選擇Unit時 可以問Carrie 告訴你這個單位是甚麼顏色 幫助大家選擇 好 這條 在這裏 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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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裏全部都是野山 對 全部都是野山 全部都是野山 這些鱸魚都是野山嗎 其實這條紅雞都好像很新鮮 你看眼睛 很黑 這個不行 不是啊 它釣上來就是這樣 是嗎 你怎樣看這條新鮮 不懂看 這裏便宜很多 我九個九個 這個是將軍班 或是芝麻班 不同的 看看看看 可以的 可以的 這裏是三磅 好啊 買這個 法輪 那這裏是怎樣的 甚麼 你經常看著蟹 沒有肉吃的 這麼小 不是這麼有趣嗎 不是回去養嗎 它不動 當然吃了 沒有肉吃 不是一隻好像小炸彈 將軍班 這麼大條 這個是多少磅 三磅 十八個部 好重 這個就是一磅 十二元 咦 恐怖眼珠 咦 我們需要另外半條給媽媽嗎 好 這蔥太難了 好啊 吃魚了 吃這裡 為甚麼只能吃那裏呢 更容易 好滑啊 是嗎 嗯 它不是滑 它是滑得硬實 還是還沒熟 還是還沒熟 還沒熟 還沒熟 嗯 失敗 肚子有沒有帶 有 Oh no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塵 哈哈